把他送进名校和普通学校 好 接下来吗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不是名校与普通学校 我们要谈的是名校的利与弊比较 很明显对方理题了 还在来对方不要 对方今天站在这个立场 要告诉我们提倡父母送子女入名校对吗 不是提倡 而是我们探讨他把子女送进名校 后对父母的利大于弊 如果他要探讨是因为社会的教育 对方就告诉我们利大于弊 所以他们必须进学校 也就是我刚刚问题吧 然后我们再看当父母 当父母吧 好 谢谢小花 好 谢谢 那现在就才由我们的真方二变理取的同学 对方方一变进行访问 也同样的注意就是 针对问题而回答 不可访问 那么有请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希望没有请问 你今天的衡量标准在哪里 我们是要根据对子女父母以及教育生的教育 对方是找一个教育体系 包括父母子女是吗 对 今天送子女进名校是谁在送 谁在做这件事情 当然是父母啊 那很显然的是父母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 今天今天的面题 送子女进名校和子女进名校的利与弊 之间有什么差别 你有差别是送进名校 一个是送子女进名校 一个是子女进名校 对方今天一直重申送子女进名校 和子女进名校和名校的利与弊 三个是截然不同的 对方我希望 我希望你能分清楚 那么对方便有 我想我问你 既然你今天的整个衡量标准已经错误了 那么你的利与弊 只谈对孩子社会教育体系的币的影响 那么今天的面题对父母的币是什么呢 对方便人如果父母没有依照孩子的合适程度 就直接把他们送给他做不好的 对方有什么这具显示 父母是没有依照孩子的自愿程度呢 既然对方送子女送跟祖女就是在表示这个是父母主导的 那么对方也承认了父母在指导的 父母可以跟孩子四线三郎过才送子女进名校啊 对方便有 你提出种种的弊端只算专属于名校吗 对方便有 非名校和名校 名校比较大 对方便我问你 只专属于名校吗 是或者是不是 不是 可是 那么对方便有不能拿名校跟普通学校共享的币 来打我们名校专属的利 对方便有 再问问你了 对方便有今天提了好多名校的币啊 那对方便有 要是你今天为人母会舞 要是你今天为人母 你的孩子和名校标准 你会选择送你的孩子进名校还是普通学校 对啊同学 我们没有说 我们刚才在主编高也是有提到 你们的第二个方便有 对方便有我在问你 你会送孩子进名校还是普通学校 对啊同学 今天我们的遍体是送子女入名校 不是 不是送子女入名校 或遍体名 我知道 因为刚才既然对方提到了 好 接着由反方二边进行活路 时间为2分钟 好 起 好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刚刚对方二边一直在 一直在问我方一边预设的问题 我方明明没有告诉对方 明校有多少好处有多大的弊端 而我方已经承认明校的好处 而且我方已经在做比较 就是我方弊端比对方力端还要大的手 为什么对方还是不看的 再来 首先对方一开始就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 我 我方二边已经和对方一边打到 打到一个共识就是衡聊 不要主要看整个社会整个教育体系的手 为什么对方二边还是只看父母和孩子呢 再来对方只是单方面的论证在变体 对方从准备赶到排污的环节 都因为告诉我们名校多好多好多好 其实他就是拿着背名校来当着比较 而我们这个比较并不在我们变体里面 我们变体不是送子女入名校 对子女对父母利大于弊 而是我们以宏观的角度去看待整个社会 整个教育体系 好对方今天完全没有在做比较 对方就告诉我们名校有多大好处 满足感回酬感就代表着利大于弊 请问对方比较在哪里 我放看不到 所以对方今天在跟我们讨论什么 我放也不清楚 再来 我放今天 姑且让来不好了 我放 我放承认名校很多好处 对 好 整个社会道德家族观带来的健康的发展 显然的 不速的 当父母因为把孩子挤进名校的时候 这种精神酿成了是什么 酿成是 整个社会开始否定非名校 我们看到 当社会否定非名校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是伤害了整个教育体现 而且还严重扭曲的教育 有交无内的本质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的理事理同学 不到正方二边进行活路 时间也同量二分钟 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我们今天说名校是什么 名校并不是名牌学校 名校的定义为 名校是真的有一定的幸运度 和自己的一些突出特点 并且是得到社会认可的 家长和学者都视他为首选目标 因此成为了重点大重点学校 只有经过从三选 符合标准的学生才会被招收 对方今天说 他要以宏观角度来观看整个名校的例与弊 我想问对方 今天面题是送子女进名校 竟然是父母 竟然对方一边也才会是父母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利或弊影响 必须牵涉到父母 父母才说受到影响 对方也在论着 我方没有说父母受到影响 如何利大或弊的 因为我们说在这方面上 父母得到的利是非常大的 而弊我们却看不见 所以别说我们没认证 利如何大或弊 而是弊非常异小 那么根据我第一道和第三道盘问问题 我问对方的衡量标准在哪里 对方却解答题目错误 今天面题是送子女进名校的利与弊 而对方却解决为 子女进名校的利与弊 和名校的利与弊 名校的利与弊 才会带来给整个社会 家与体系甚至国家的利弊影响 我们再来讨论 而今天的主题是送子女进名校 我们只讨论父母 子女进名校的利与弊 我们才讨论孩子得到的利与弊 希望对方能理解 并且论证之间的论证线 那么根据我的第四大问题 对方的重点应建立在子女和国家社会上 所以无法成立 而对方需要给我们知道究竟送子女进名校 如何给父母带来弊端了 这次论证线对方要理性 并且给我们论证清楚 虽然进名校给子女带来的弊端 并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那今天既然对方谈到了 我们就姑且礼貌回应 姑且退步与你们谈谈 地方所提到的 监狱局只注重名校 把普通学校忘记了 那么我想说的是 监狱局注重是整个州的及格率 纵使今天让所有名校生都拿到佳基 而非名上的学生 好 谢谢真话的耳边李许哲 接着下来是公变环节 好 由我们现在的教练暂停 那么我们给教练一分钟时间 再多给您打算 再多给您打算 先多给您打算 好 谢谢双方的教练 那么由于我们反方的教练 有这个权利 以一分钟的谈停 叫后我们有正方的教练 还有一分钟的权利 接着下来是公变环节 由正方三变 黄柔渝同学和反方三变 张伟乐同学进行公变 时间为各2分钟 请反方三变 为优先发言 准备好了吗 请 谢主席大家好 先谈谈你的论点 你告诉我父母会满足谁就立大与幣 请问一下父母 您方是如何论证立大与幣的衡量标准 这方面有在回答你问题之前 我想先告诉你 名校之所以是名校 是因为许多经营都是名校来的 可是其实我方真正想明白 今天班方的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 我方交代一次 衡量标准是对子女对社会 对教育体系带来币还是立 而您方只谈父母 当同学变题是送子女进女校立大与幣 还是送子女进女校对父母立大与幣 对方便有 我们不是想要看整个社会整个教育体系 而今天的变题是送子女进女校立大与幣 大家都知道是父母送子女进女校 如果你要谈到整个社会整个教育体系 我可以可以慢慢谈 可是等这场比赛过后我们再慢慢谈了 好 那对方便有 我可以知道 对方便有是否有看到把子女送进女校的立 父母送子女进名校 不代表今天我们谈的立大与幣 就是父母对方同学衡量标准 因此开出来的论点不能成立 对方便有 我们是讲父母的立 只看父母的立 是因为主办能夷出了这个变题 然后我们只看父母的立 所以我们不谈 只谈父母今天 好的 对方便有 我想问你父母 望子成龙望你成龙的心态有错吗 没有错 可是恰恰好 因为这个举动 所以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被扭曲了 刚同学你认为这是一个比赛的 对方又来了 你又在牵扯到了整个社会 对方觉得没有错 那就是相等于承认今天我方的立场了 今天父母抱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龙的心态 宋子女进名校所得到的立 是其他父母没有的优越感 没有的满足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便有如何把这非名校 能够提供给父母这种优越感 这个满足感呢 是你告诉我 宋子女进名校就有非常的优越感 可是对方同学你刚已经开始提供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就是你的孩子在读非名校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优越感 因为我的孩子是最烂的 对方同学是错的价值观已经被提供的时候 为什么对整个社会大的价值观是历代病 还没有招待 这方面你不要这样打 这样没关 OK 这方面 看他没关系